俄羅斯和土耳其未有就怎樣幫助 敘利亞結束衝突問題達成一致意見 兩個國家在這個問題上意見非常不一致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整個敘利亞危機中 一直都支持敘利亞總統阿薩德 他甚至在聯合國通過的西方國家 支持的譴責敘利亞政府議案中投了反對票 同時前敘利亞盟友、土耳其總理阿爾多安 卻是最強烈批評敘敘利亞國家之一 星期一,兩個國家領導人在伊斯坦布爾會面 討論敘利亞及其他問題 包括雙邊貿易及土耳其要求不約 在土耳其及敘利亞邊境地區部署導彈等 同時,抗議普京到訪的抗議者高舉著旗次及標語牌 在伊斯坦布爾的俄羅斯領事館前舉行集會 會談後,兩國首腦對記者表示 他們在如何解決俄羅斯領事館前達成任何協議 MING PAO TORONT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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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